今天我们要来谈 非洲为什么会出现疾病扩散快速的原因 在分析这些原因之前 我们要先来讨论 关于非洲具有哪些先天条件与后天条件 让疾病在这个地区传染速度特别快 以先天条件来说 非洲的自然环境 有部分地区高温多雨 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并没闻生存 二方面 非洲干燥气候区面积广大 高温干燥的情况下水源非常有限 是什么样的条件让非洲的自然环境先天不良 疾病特别多呢?让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举例 首先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病霉蚊特别多 藉由病霉蚊传播的第一种传染病是疟疾 疾疾是指经由带有寄生虫的虐蚊丁咬为传染媒介 寄生虫会从蚊子的唾液进入人类血液中 最终寄生虫在移动至肝脏 旁边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虐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2013年全球约有两亿个病例 虐疾的死亡率高达26% 在死亡人数中约86%是5岁以下的儿童 而且当中有90%都在非洲发生 因此虐疾的防治是非洲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2010年世界虐疾确诊病例分布图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非洲得到虐疾的普遍几率是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 纵使以高温多雨的条件而言 其他热带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是还配合其他非洲条件的情况下 虐疾发生率还是以非洲最高 而2013年非洲的虐疾分布图中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和气候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赤道两侧南北对称的气候中 有热带雨林、热带蟒源 还外加上西非的热带季风 这些地方都是高温多雨适合并没蚊生存的条件 所以虐疾发生的比例也偏高 而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没有对于虐疾有有效的疫苗 最主要的防治方法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中就显示了我们要减少虐蚊靠近我们 吸取血液的机会 也就是挂蚊帐 但是如果挂了蚊帐之后 外面还是蚊子满天飞 我们又不可能带着蚊帐到处跑 该如何是好呢? 没错就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杀虫剂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些地区最主要就是使用这两种方式来防治疟疾 第二种受到蚊子传播而出现的传染病是黄热病 黄热病又俗称黄杰克、黑藕或美国瘟疫 这是由于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而感染的 最主要传播的蚊子种类有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所传播的黄热病病毒 就是旁边这张电子显微镜的照片 2009年世界黄热病的分布图中显示 几乎所有的黄热病病例 也都是环绕在赤道附近的区域 以热带雨林、热带蚊源等高温多雨的环境为主 每年全球约有20万人感染黄热病 若没有及时接受治疗 死亡率高达50% 每年死亡人数约有3万人 但幸运的是黄热病病毒目前已经有疫苗 接种一次就有10年以上的效期 因此前往以上这些黄热病病例较多的国家旅游时 会要求旅客在入境前必须要出示已经注射疫苗的证明 除了以上这些高温多雨的环境而产生的传染病之外 高温少雨其实也适合某一些蚊子或苍蝇类的动物生存 例如昏睡症 它是借由吃吃银传播剂生虫的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而野生动物通常是具有免疫力的 吃吃银的照片就像是右上方的这一张 苍蝇是生活在相对而言雨量较少的地区也能存活 而感染初期 它是负责传播如右下的这张追体虫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会在皮下组织、血液还有淋巴当中繁殖 经常造成了某一些发热、症痛的现象 而感染后期寄生虫会进而感染中枢神经系统 最终会引发特殊的现象 这种疾病为什么叫昏睡症呢? 就是在感染后期 人们会开始出现睡眠周期障碍的特征 在2014年的统计中 全球约有2万人感染昏睡症 在过去10年当中 甚至70%以上的病例 是发生在非洲的单一国家 刚果民主共和国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死亡率高达100% 若经过适当治疗的话 死亡率约50% 而刚刚有提到 不只是人会传染 动物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以当地为例 最主要续养的牧群为牛汁 每年约有300万头的家畜死亡 农家因此失去了牛汁 就失去了财产 经常因昏睡症而入不敷出 整体来说 昏睡症的主要传播吃吃饮 一开始是起源在萨赫尔附近 但后来受到人与游牧民族的异动 现在已经扩展到 整个中非和东非地区都有影响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看 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传染病的传播 除了高温多雨之外 高温干燥刚刚提到了 水源非常有限 因此可能也会影响疾病的传染 是影响疾病如何传染呢 让我们来详细看一看 当缺乏干净的水源时 卫生环境条件普遍不佳 因此在取得这些不干净的水 来给病人或者是健康的人饮用时 水中可能隐藏着某些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呢 例如血溪虫病 俗称的大肚子病 传染途径就是不干净的水源 这是由于里面可能包含了 人畜共通的一种蝸牛寄生虫病 这种寄生虫最主要感染尿道或消化系统 产生的许多症状当中 血溪虫最常产生的显著特征 就是肚子非常骨 这种肚子圆骨骨里面并不是装了寄生虫哦 这是一种消化系统受到影响的结果 产生的附水现象 这种附水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2014年全球约有2.5亿个病例 其中一半是学龄儿童 死亡率约10% 由于分布范围实在太过广泛了 同学们会发现 地图中除了非洲几乎全境都有以外 在亚洲地区、中南美洲地区 也是有普遍分布的特质 所以上述的疾病当中 除了疟疾以外 血溪虫病也是世界上 非常重视的一种寄生虫病例的象征 因为它可以代表当地是否能取得干净的饮用水 这样子卫生环境条件的改善 对于当地的生活品质而言 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 刚刚有提到 非洲整体来说 疾病发展的先天条件 我们已经提完了 现在来看看 后天条件中又有哪些问题 让非洲疾病扩散非常快速 后天失调条件中 第一项是饥荒 营养不良人数特别多 第二项是缺乏医疗资源 第三项则是异夫多妻制的传统文化特征 以上这些条件让我们详细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非洲整体而言 饥荒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始终维持高峰 由于非洲整体来说 人口成长速度非常快 位于早期扩张阶段的情况下 人口成长越多 粮食需求量也就不断增加 再加上殖民地市的经济形态 经济作物经常侵占农粮用地 让农粮产量特别低 或是一直持续不足 第三 当地经常发生旱灾水灾或战争 这些发展频繁的天灾人祸 也让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生产粮食 第四 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的过程中 经常导致环境的破坏 土地退化的情况下 土壤肥力不足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 人口增加速度永远大于 粮食增产速度降的特征 所以让非洲整体来说 饥荒和营养不良的人数特别多 在有疾病传播的情况下 饥荒和营养不良 让人们对于疾病本身的抵抗力就较差 所以我们来看2013年非洲营养不良人数的分布图 非洲整体来说 经常发生营养不良严重的饥荒现象 在图中同学会发现 颜色越深是营养不良人口比例越高的意思 好像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这样的特质 请同学仔细看 图中灰色的地方是指 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统计资料 并不代表不存在于营养不良的人口数 非洲国家长期以来缺粮严重 大约都有3亿人长期处于饥饿 或是营养不良的状态 下方照片则是东非面临60年罕见的饥荒问题时 农作物都干枯 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瘦弱的现象 2011年东非发生严重的饥荒 伊索比亚、吉布地、肯亚、索马利亚 发生60年罕见的干旱 再加上东非当地发生的战争 引发了严重饥荒 一共有超过1100万人受灾 旁边这张照片更显示了难民的状况 原本只能容纳9万人的达达布难民营 由于饥荒 竟容纳了40万人 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 物资不但不足 更重要的是生活环境也不好 也很容易爆发严重的传染病 所以总归来说 非洲有4个普遍性的传染疾病 在分布图重叠的情况下会发现 除了沙漠以外的地区 普遍来说 非洲都有严重的传染病问题 这种先天不良 后天又失调的现象 让非洲整体的生活品质 面临某些医疗环境卫生上的困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